王林大战水稻子 召唤幽冥兽一口吞下金色灵铛化作的风暴 震惊了无数大能修士 水稻子失去最后的保命底牌之后 其他大能对水稻子恨之入骨 王林朝着水稻子一步杀去 水稻子连王跪在地上磕头求饶 想成为王林奴仆 只希望王林能够放过自己 再说那幽冥兽 一身龙毛竖起中 怒吼连连盯着前方那些修士 恨不能一下子冲出去的样子 他的反应很慢 王林的突然离去 似乎没有什么察觉 还在那里怒吼中神色争鸣无比 只是慢慢的 他似隐隐听到了身后的震震轰霉 隐隐的 他慢慢察觉有些不对劲 怎么前方那些修士 不再看向自己 而是望着自己身后 尤其是王林声音的回答 缓缓地落入其耳中 使得这幽冥兽呆滞的脑袋 下意识地回头想要驱看一眼 就这样 他慢慢地转头 呆呆地望着空空的身后 愣愣地望着距离自己有些距离 正向着那水稻子临近的王林 短暂地待着之后 这幽冥兽双眼瞳孔猛的一缩 原本还在传出的怒吼 却是感人而止 取而代之的则是更剧烈的吼声 只不过这吼声与方才怒吼明显不同 这吼声是被吓出来的 他全身竖起的绒毛 在刹那间立刻拉走 眼中露出恐惧 身子遗产之下 急急后腿 甚至在那恐惧的吼声中 还有怦怦怦怦怦的心跳之音回答 明显被再次被惊吓的他 不顾一切地冲向王林 眼中露出浓浓的恐惧与委屈 尤其是想到自己方才 在没有主人在身后的情况下 竟然还对那些让他害怕的修饰怒吼 这幽冥兽就心中遗产 后怕不已 王林外部中 临近那急迟的水稻子 起诉之款 转身就临近水稻子身边 右手握拳 再无任何虚幻拳影出现 而是直接的一拳轰去 这一拳是戴风尊 王林神色争鸣 话语平静 在临近水稻子元神刹那 一拳轰去 直接就落在了水稻子元神之上 惨叫惊天 那水稻子喷出一口元神之气 元神立刻有了暗胆 集结后退 目中透出绝望 你不能杀我 我是第三不大能 他话语还没等说完 王林已然再次临近 又是一拳轰击过去 这一拳是为了李倩梅 王林声音平静的可怕 轰的一声巨响 那水稻子元神的双腿直接爆开 化作大量的元气 向着八方卷动 惨叫再起 水稻子眼中绝望内透出疯狂 但这疯狂 在王林面前什么也不是 我是封尊之弩 你收我为怒 实力定然大增 不要杀我 王林神色冷漠 脉步中再次临近 轰出了第三拳 水稻子元神一阵 更为暗淡下来 其元神看去几乎快要透明 思恶永久的消散在天地之中 王林怒吼中打出了第四拳 水稻子身子倒卷 元神中的左臂轰然薄开 这一拳是为了我王林 王林右手低吼中 右手抬起 好似抓住了日月星辰 抓住了星空苍穹 轰击而去 轰明惊天 这一拳之下 王林的右手直接就破开了水稻子元神 从其胸口穿逃 竟轰出了一个巨大的窟窿 水稻子双目已然涣散 被这一拳之下 抛出了很远 巨疼袭来 让他有了刹那的清醒 王林前行中临近 右手握拳之下 直奔水稻子残存的元神轰去 水稻子知道自己完了 吼出了其最后一个杀手锦 我与穆冰梅性命相连 你杀我就是杀他 他是你的女人 你杀啊 杀啊 水稻子疯狂之中 仰天大吼 其声音轰鸣 传遍天地 传入王林心神 轰了一声 王林的这杀人的一拳 在水稻子身前三寸 忠然停了下 水稻子心神震动 望着身前停下的王林拳头 脸上争鸣无比 狂笑道 怎么不杀了 杀啊 来杀我啊 杀了我 穆冰梅就要死 老夫早就有了准备 那穆冰梅见人什么都不懂 老夫为他恢复修为 送他丹药 就是要让他的命魂 与我连在一起 那金字铃铛又算得了什么 他才是老夫的护身主 水稻子狂笑中 谨慎的右笔一甩 却见天地轰轰 一幕扭曲幻化 那幻化的扭曲中 赫然出现了一座大镇 镇法内 盘膝坐着一个女子 这女子双目紧闭 白色的衣衫上 鲜血触目惊心 她面色苍白 此刻似有所察觉 睫毛轻颤中睁开了双眼 望着前方 其目光似穿透了那扭曲的天地 落在了王林身上 渐渐的 她脸上露出微笑 只是这笑容 却是透出了一股死意 我知道 你一直都恨我 我知道 你心中一直都有痛 能以这种方式 死在你手中 我不会有怨言 这是我欠下的 不是欠你 而是欠平儿 我欠她很多很多 我不是一个好母亲 若有一天平儿苏醒 希望你告诉她 李慕婉才是她的母亲 我不配 以我的死 了却你我之间两千年的纠葛 你解脱 我解脱 目冰梅眼中留下两行晶莹的泪 慢慢地滴落在衣衫上 融入那触目惊心的鲜血内 似乎使得那鲜血 也变得模糊了 她闭上了双眼 右手抬起 向着自己眉心 默然暗去 那水稻子一愣 在这一刻 她似乎比王林还在意 目冰梅的生死 王林沉默 在那目冰梅右手抬起 要自尽地唱了 她眼中露出一道金光 停在水稻子身前三寸的右手 再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一拳轰出 与此同时 她左手更是抬起 抑制那虚幻的扭曲 天幕内的目冰梅 一字顶身 目冰梅的右手 骤然就停顿下来 轰鸣惊天 一国无法行动之力 疯狂地冲入水稻子 残破的元神之内 将其右臂直接崩溃的同时 更是冲入其元神头部 轰轰而过 将其魂直接抹杀 化作一声凄厉的惨叫 水稻子 封界之尊奴仆 神宗大长老 云海第三部大能 就此死亡 在其死亡的一瞬间 一阵复杂的口诀 从亡灵口中传出 这口诀还有人可以听懂 唯独那隐隐散去的 鬼宗九星古妖 再听到这口诀的一刹那 未知动容 道古化命术 这是道古化命术 传闻先祖古族 一生只能施展三次的化命之术 道古化命术 是亡灵在古墓获得的传承中知晓 此书对李牧晚无用 但在此刻 却是可以将水稻子的全部生机 转给与其相连的木兵梅 他死的是魂 但却保留下了本命生机 在那最关键的时候 亡灵放弃了将其全部毁灭 而是留下了 这与木兵梅性命连接的本命生机 若是换作当年 亡灵做不到这点 但如今 他可以做到 被定身术定住的木兵梅身子一阵 水稻子的全部生机 在刹那间 就以一种特殊的方式 融入其体内 进行一种诡异的融合 你不见皮儿 也不欠我 亡灵深深的看了一眼 扭曲天幕内的木兵梅 右手一挥 揭开了其定身 也正是在这时 那幽冥兽带着恐惧与委屈 急急而来 重新的回到了亡灵身边 眼内委屈之色极浓 似在埋怨亡灵 方才为何突然离去 害得他现在还后怕不已 回到了亡灵身边后 这幽冥兽似有了信心 体内再次传出怒吼 拉松的绒毛又一次竖起 显露出很是威武的样子 死死地盯着前方所有修士 神色呆滞中透出争鸣 仿如亡灵挥手间 他就会一冲而上 只不过这一次 他除了在怒吼之外 还分出了一部分目光 紧紧地望着亡灵 若是亡灵后腿 他会毫不犹豫地立刻后腿 之前的事情 显然是给了他一次很大的教训 让他直至现在 还记忆有心 尤其是想到自己 居然没有察觉亡灵离去 仍然在那里目吼时 他就会心神一颤 恼羞之下 此刻吼声更惧 那阵阵低吼 在这修臣兴上 冲散了之前 水稻子死亡的血腥 几入四周修士的沉默之内 妖宗修士参见封尊 妖宗诸人 沉默片刻后 在其宗主的带领下 齐齐一百 神宗修士参见封尊 神宗那些人 目睹了之前的一切 此刻复杂中纷纷抱拳 云海鬼宗参见封尊 鬼宗知修 那大须上人随之抱拳 云海修士参见封尊 更多的声音 从这四面八方齐齐回荡 却是众多修士 纷纷参摆 声音如浪 在这神宗修真心上浩荡传开 越来越大 最终轰隆隆惊天动地 王林望着眼前这些修士 神色平静 从他回来的一刻 王林就知晓 封界之尊的传承 自己既然获得了 就必须要将其延续下去 尤其是之前 他感受到了那云海的荣耀 此刻沉默中 向着所有人一抱拳 灵动善人与周修 回到了王林身后 望着身前王林的背影 那周修神色很实复杂 更有震惊在梦内闪过 他没想到 王林在这界内 居然有如此尊贵的身份 灵动善人思想最为简单 他是王林凭着自身实力炼化 已然根深蒂固 神色平静 望着前方 赵和星玉周德 参见封尊 那黑衣老者苦笑中 向着王林一拜 赵和星玉与封子 参见封尊 之前得罪 一场误会 还请封尊 目了介意 那中年男子 也是苦笑中抱权 老夫红山子 当年与封尊有约 今日你杀奴化解 云海之威 当的这一代封尊 但眼下界外入侵在即 以我界内之力 很难抵抗 可却不得不战 你身边有两个第三不大能 再加上你本身修为 可还是不够 你既是本代封尊 可做好了与老夫 与我整个界内 一同战死的准备 红山子墓光入殿 看向王林 从其身上 套出一股堪比 蓝梦道尊的围殃 王林沉默片刻 点了点头 老夫南云子 说起来 你也是昆虚之秀 老夫之前 听红山子传音 你曾去过界外 这界外如今实力如何 那来自诗音宗的虚幻老者 缓缓开口 时间慢慢的流逝 沈宗内的诸宗之秀 渐渐的散去 整个云海 再次沉浸在那 锦罗密国的备展之中 红山子与南云子 在听闻了王林 亲口所说的事情之后 纷纷沉默下来 眼中露出担忧 街外之墙 比他们预料 还要多出几分 困住太古武尊之二 还有那大荒上人 此时你立下大功 否则的话 这场战争 怕是更会艰难 红山子常叹 这幽冥兽 与老夫记忆中 有些不同 他吞了那金色风暴 希望你可以多加观察 那金色灵的 显然是远古先遇送来 为此战准备 可却被那水稻子毁掉 还有之前 鲁夫子所说的七彩剑 此事也需立刻去办 昆虚修真联盟的七彩剑 你既主动要求 那边去办 至于其他几个地方 老夫等人会联合神识 仔细寻找 医回去 南云子神色沉重 缓缓开口 至于太阿罗 你知封印 暂时只能解开一半 待界外之战结束 可解另一半 那红山子墨 光落在了赤脚的太阿罗身上 太阿罗眉头一皱 沉默片刻后点了点头 王林向着诸人抱拳 抬头看了一眼 那虚幻天幕内 闭目打坐的穆兵梅 收回目光 收起了幽明兽与灵动 周见二人 便告诉离去 脉步中 在这神宗内 王林没有停留 转身一步走去 但在他离去的一刹那 却是有神殿传出 笼罩天底 神宗为上代封尊所创 吴为本代封尊 命而等神宗 听穆兵梅之号令 任目兵梅为神宗宗主 归原宗诸修 融入神宗 神宗内所有修士 全部都听到这一句话 纷纷阴落 云海星宇内 消散的乌气 渐渐再次浮现出来 但却没有了 以往那般浓郁 只盖不住星空下方 那在金色波纹扫过后 始终没有被隐藏起来的 封界大针 这阵法如网 密密麻麻之下 可以被所有星空中的修士看到 王林的身子出现在星空内 默默地向前走去 杀了水稻子 撩去了他心中一桩大事 眼下 他要回家 望着家乡的方向 王林的容颜慢慢有了楼河 无论是罗天 云海 都不是他真正的家乡 他的家 只有一个 那就是昆虚星宇 清水师兄 当年我没有实力去救你 如今我来了 王林向前迈步走去 直奔昆虚星宇 但就在这时 确实整个云海 突然出现了惊天之变 封界大阵脉 太国星辰中 越士族剩余的几处部落星宇内 有数道剑光呼啸 一路破开星空 以极快的速度直奔 越士族内 那剑光尚未临近 便有轰轰巨响回荡 使得整个越士族 这几个部落 所有族人纷纷听闻 在他们抬头中 那剑光骤然一闪 爆发出万丈之盲 笼罩八方之响 一个苍老的身影 缓缓地回荡天地 长尊慧照 越士族 清全族之力 极烈东部封阵外 为入界第一站 整个越士族所有修士 全部心神疑阵 在短暂的沉默后 爆发出了一声声 惊天地后 全族涌动 他们等待这一天 已然很久 太古星辰 魂天族 此族所在星域 在这一刹那 同样又见光呼啸而来 万丈一闪 那苍老的声音莫然回荡 长尊慧照 魂天族极烈风阵之洞 为入界第一站 长尊慧照 太云族列阵 为入界第一站 长尊慧照 火士族残余之力 列阵东部 为入界第一站 长尊慧照 龙魔族列阵风东 为入界第一站 同一时间 超过了十个太古星辰部落 全部接到了长尊慧的令长 齐齐出动 老夫长尊慧 复长东敌子 主持入界第一站 老夫南照上人 与东敌子 共同主持入界第一站 长尊慧云洛大司 为此站中说 最后这三个声音 在这整个太古星辰 轰轰回荡 落入到了 每一个太古星辰之敏的耳中 使得整个太古 在刹那间 就弥漫在了 浓浓的战役之中 杀入界内 杀死一切活着的生灵 寸草不留 让那界内的蝼蚁 知晓我等太古天道之威 让那界内的蝼羞 明无太古真意 界内蝼羞极为凶残 为不化之民 我等太古星辰 要去以杀戮点化 让他们明无真道 杀入界内 杀光所有蝼羞 抢走所有法宝之物 此站只论胜负 此站个人所得法宝丹药炉顶 全属个人 重开太古星辰榜 名流万载 排名前千者 可获远古先玉造化 前百者 可成先妃弟子 前十者 可掌控一介 前三者 若是大能 便此三品道灵十美 若并非大能 则为长尊弟子 此站最终太古星辰榜第一者 远古先玉照约 可与先妃双修成绿 从此之后 名为先尊 一道道神殿在这太古星辰内 疯狂地回荡 彻彻底底地激起了 整个太古星辰残忍的战役 一声声低后 从每一个部落内传出 连成一片 轰动整个太古星辰 对于各个部落为结构 怂散的太古星辰来说 要去战 只有一个理由变客 那就是抢 抢夺一切他们喜欢之物 抢夺一切他们认为需要之物 抢夺一切他们看重的 卢顶女修 界内娄修 由一子名亡民 此人以卑鄙的手段 妥借外闪雷族 灭月士族一处分布 更残杀无数我界外之民 我界外太古星辰榜 开启之事 同开界外必杀榜 此人暂列榜首 凡杀此人者 可抵杀戌内万修 界外吼声弥漫下 封界大阵东部外 第一战十三组已然起立 密密麻麻进九万修士 一眼望去根本就看到不尽头 这些修士一个个眼中露出兴奋之芒 透出残忍的血腥 死死的盯着前方的封界大阵 只等此阵被打开后 就要冲入进去 每一个人的眉心 都有一个印记 在那残忍的杀机下 一股诡异的气息 在无人察觉下弥漫 在这气息中 这九万修士热血沸腾 渐渐地开始了躁动与疯狂 他们就如同一头 饥饿了很久的凶手 此刻要去吞噬一切 远处的星空中 有四个人漂浮在内 当守者是一个身穿道袍的老者 这老者双目开合 隐隐又金光闪烁 他的眉心印记 是一条黑色的蛇 此人名为东笛子 尽管没有名列武尊 但其修为 却达到了空旋初期 在他旁边 站着一个青年 这青年样子很是清朽 但双眼却是细长 迷起之下 如同一道缝 露出森森寒光 在他的身体外 有一层雾气弥漫 使得这青年看起来 有种诡异的感觉 即眉心的印记 是一片旋转的黑暗 南昭上人 太古星辰内 尽管没有大荒上人的修为 尽管只是空灵初期 但其一身独攻 却是与大荒其名 在二人旁边 则是那面色极为阴沉的 火雀族老祖 他死死地盯着 前方的风界大阵 眼中露出疯狂的杀机 三人身前 则是一个身穿云纱的女子 这女子低着头 青丝弥漫 正是那云洛大司 他此刻匆匆御手 快速掐掘 死在计算着什么 目中有担忧之色闪过 这次要感谢云洛大司 算出剑内与 找出长尊大人布置的七才剑 但这些剑内楼椅 岂能知晓长尊大人的详细布局 那东笛子嘴角露出微笑 此战目的不是杀人 而是布置传送阵 这一点还请阁下牢记 另外那云林 必须要尽快杀死 绝不能让上其存活 云洛大司抬起七绝美的琴手 缓缓开口 那东笛子神色如常 哈哈一笑 但内心却是对此颇不以为然 他目光看向前方 那九万太古星辰修士大军 感受着来自这些修士身上 那股暴躁的气息与疯狂的杀念 布有的眼中闪过一丝残忍 作人之人而已 这些儿郎已然杀机滔天 岂能让他们不杀人 至于那云林小小修士 最多也就是天人衰竭的修为 只不过是运气好了一些 故而才做到了那一系列事情 此人杀之 实在太过容易 哪里需要如此小题大做 此番第一战 首饰杀人抢夺 刺则布置传送阵 最后 方氏顺便杀那云林小修 就在这东笛子脑中 念头转动之时 他突然神色一动 看向远处 与此同时 南昭杀人 火雀族老祖 还有云落大司 众人的目光 刹那间 齐齐看向远处星空 一股磅礴的围压 在阵阵哄天之音下 浩荡而来 生生地压下了 那阵法外九万修士 狂暴的低后 压倒了一切声音 这轰轰之响 越加距离 最终把那九万修士的目光 全部凝聚过去 但见在那星空之中 一座巨大的黑色阁楼 骤然出现 这阁楼太大 仿若如同一颗修真性一样 在其四周 更是弥漫了无尽的雾气 使得一眼看去 一片模糊 隐隐的 也只能看见 在那阁楼四周 漂浮招数前修士 这些修士 一个个身穿黑衣 眉心印记全部一样 均都是一把黑色的剑 每个黑衣修士 全部都透出 冰冷至极的气息 它们神色冷漠 漂浮在那黑色阁楼外 随之前行 一股消杀呼啸 笼罩星空 事件一族 长尊慧天法殿的 护殿之修 事件一族 传闻每一个事件族修士 都拥有极为恐怖的修为 且修行了破魂一剑 威力惊人 事件足现 这大殿 想必就是那 长尊慧中的天法殿 没想到这第一次大战 长尊慧竟出动了四殿之一 那庞大的黑色阁楼 缓缓临近 其上传出的 威压急速暴增 笼罩八方之下 使得那九万修士 齐齐一本 我等参见天法殿 九万修士声音如浪 在封界大阵外 这巨大的阁楼 缓缓停下 其四周那数千黑衣修士 冷冷地望着前方 一动不动 风掌尊慧命 老夫前来督战 一个沧桑的声音 从那黑色的阁楼内 缓缓地传出 其声音透出一股微样 一句话便压过了 九万修士的声音 现在老夫便打开 这封界大阵 战争开始了 那苍老的声音传出中 似有一声叹息传出 紧接着便有一道金光 从这黑色阁楼内 一闪而出 直奔行空 这是一把剑 一把金光之剑 剑长七尺 宽约三寸 通体晶莹 一眼看去 散发出夺目之芒 更是在这金剑上 还有无尽香火之力弥漫 使得其身边的星空 形成了一幕幕扭曲的虚幻 在那虚幻内 可以清晰地看到 一处处香火界 哪些香火界内 还有诸多的香火之蜜 正盘膝中 把自身的香火疯狂地 寄现出来 在这把金剑出现的同时 太古星辰星域内 一处不存在于 星空中的世界 一处被开辟出的 空间裂缝内 这里掀起缭绕 漫天云彩下光万丈 在那大地上 有一座仙山 此山云雾缭绕 山顶之中 此刻站着一个女子 这女子看起来 似中年妇人 相貌并未绝美 但却有一股雍容贵气弥漫 她身穿公衣 眉心之中 有一个鲜红的 椭圆形鞋点 望着天空 这女子眼中寒光一闪 玉手抬起向前一致 立刻便有一个 玉如意幻化而出 如意之上有花朵浮现 那花朵原本是死屋 但此刻背着女子一点 仿若赋予了生命 竟绽放下来 在其绽放中 九片花瓣脱落 旋转成一股旋风 直奔天空 消失无影 你既还没有决断 我便帮你一把 这女子轻生地狱 左手在头顶 取下一只金色的钗子 向前一甩而出 蓝色足所在之地 蓝山之上 传出阵阵琴音 此琴音尽管优美 但却很是诡异 她时而沙发如石面埋伏一般 舍有温柔如妙满仙衣 这两种极端的琴音 融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股复杂的思绪 蓝梦道尊闭着双目 弹琴的双手 在身前的那股琴上波动 似在犹豫 再决在一件事情 李千梅平静地坐在父亲对面 默默地望着父亲 始终没有开口说出一句话 就在这时 蓝山之上的天空 突然有波纹回荡 从那波纹内 一道金光一闪而出 这金光是一把钗子 一把女子竖在青丝上的钗子 这钗子闪烁中 破开天地 直奔阑珊 更是穿套山顶的巫舍 在一声呼啸中 直接就落在了李千梅 与蓝梦道尊二人中间 狠狠地刺在了地面上 琴音夹然而止 骨琴上的琴弦 有一根砰的一声断开 那一缕琴弦甩动 抬起了很高 蓝梦道尊睁开双眼 盯着前方地面上的钗子 眼中露出痛苦的挣扎 许久 他长叹一声 右手在前大袖一甩 对视那断开的琴弦 直接分离了古琴 被一片蓝梦弥漫中 蓝梦道尊咬破舌尖 喷出一口鲜血 那鲜血融入琴弦内 直奔天空而去 风界大阵外 在那黑色的阁楼前方 惊见右侧 天地轰鸣 九片花瓣旋转而出 形成一股风暴逃天 与此同时 星空一片蓝光呼啸 那断开的琴弦 直接幻化出来 其上融合了蓝梦道尊 一口鲜血 更有其一声修为远寒 连接了蓝梦道尊之心 拥有莫大的香火之力 太古星辰 极其之地 这里的星空 透出一股淡淡的白色 一旦有修士进入这里 便立刻会感受到 一股船子心神的冰冷 似就连体内修为 也会背着冰冷冻僵 远处 有九颗修真星环绕 这九颗修真星远远看去 就如同九块巨大的寒冰 篇幅在星空 一或者说 就在这时 这仿若死气的童子 突然睁开双眼 其双目诡异至极 每一个梦内 竟然有三个瞳孔 三瞳之羞 在其双目睁开的刹那 这封住了九颗修真星的 巨大冰层 传出轰轰巨响 却见一个巨大的眼睛 赫然虚幻地出现在了 这庞大的冰层之内 这眼睛与那童子双目一样 同样是三瞳孔 在其出现的瞬间 这三个瞳孔一闪而出 化作三道幽光 直奔星空而去 太古星辰内 同样有一处 充满了仙气的空间裂缝 这空间裂缝围 漂浮这一块大陆 这大陆透出万古沧桑 不知从什么地方分裂出来 在那大陆上 盘西坐着一个女子 这女子身穿红衣 就连头发也是一片红色 看起来鲜艳至极 这女子尽管盘西 但其一身红衣却并非是宽松 而是紧紧地贴着身子 如此一来 从其背后看起 这女子的腰部 竟然窒息 与其臀部及上半身曲线相比较 那妙慢的身姿 足以令一切修饰庞然心动 她的容颜绝美 很是白皙 此刻睫毛遗产 缓缓睁开双眼 目中有一丝 似天然的哀怨弥漫 玉手抬起 放在唇边轻轻地咬了一口 这个样子 可以令人发狂 似有轻叹传出 她的手指被咬破 在身前虚空一挥 三滴鲜血飞出 赫然化作了三个巨大的猙獰鬼影 这三个鬼影样子极为可怕 刚一出现便仰天咆哮 身子如滚滚浓烟 升起弥漫在天空 跑生惊天 片刻后 这三个鬼影向着红衣女子一摆 齐齐迈步 转瞬就消失在了天底之中 风界大阵外 那金剑 琴弦 九片花瓣旁边 幽光闪烁下 立刻就一只眼睛幻化而出 眼内三瞳 看起来触目惊心 就在这三瞳之眼出现的刹那 咆哮轰轰而起 却见那三个巨大的鬼影 撕开了星空而来 出现在了旁边 就在这逐个被界外大能之北 凝聚了修为的法宝齐聚的刹那 太古星辰内 那始终漂浮在星空中 那掌尊的宫殿内 那被一吼之力逼腿 再一次重伤的黑袍人 此刻盘膝坐在烛火前 他猛地抬头 赶酷地右手抬起 向着前方狠狠地一抓 警钟唠月 黑袍人的声音沙哑 透出虚弱 缓缓地开口 在这宫殿内回荡 风界大阵 轰然一阵 在阵外九腕修饰的目光中 此阵竟剧烈地颤抖起来 隐隐出现了模糊 似有阵魂 被一股从星空传来的大力 想要将其生生地抽出风阵 大阵震动之下 其内光芒闪烁 种种阵内之灵闪烁幻化 那一把把血腥的法宝 爆发出惊天之威 正是这股风界大阵的阵动 传入界内 吸引了正在星空中前行的亡灵 双目瞳孔收缩的凝望 时间却有巧合之势 王林赫然地站在那里 与他们隔阵相望 这阵外太古星辰的第一站 他们所选择的位置 正是云海星雨 机遇要破开的一点 正是此刻王林经过之处 风界大阵的震动 传入界外 在王林的目光下 他清晰地看到 前方按如往一般的大阵 此刻有了模糊的混乱 仿若有一股力量 要从那里穿透进来 看到这一幕 王林神色大变 此刻界内还没有备展完毕 那七彩阵还没有找到 但战争却突然地就来临了 以王林的心智 他一眼就看出 这风界大阵奇异的变化 定是在那阵外 太古星辰之休展开种种手段 要撕开大阵而入 风界大阵 它是一把双刃剑 它既是封死了界内的香火 使得界内修饰 修为无法与界外相比 几乎相当于是断了界内修饰的根本 但同样 它也间接地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无论是近与初 都极为艰难 就在这时 那风界大阵荒名惊天 却见其内仿若震魂要被抽搐一般 这一幕若是在界外驱砍 则更为清晰 王林没有时间去浪费 这风界大阵的变过 不需他去通知 界内自有大能知晓 但言下 他是这里最接近之人 他自问无力去阻止 这阵法是否能被对方剖开的可能 但他却要做到最坏的准备 眼中杀鸡一闪 王林那杀了水稻子之后 有所消散的杀气 再次轰轰而起 那一次杀戮本源 更是一种恐怖的方式 疯狂的增长 杀死一切入侵之人 这是一场战争 这战争中没有人性道德 他完全可以现在离去 但他不能 这是一场入侵 界外的入侵 为了家园 为了故乡 为了身为界内修饰的荣耀 王林已然红了双眼 他这一生杀戮 全部都是为了个人 唯有在那神宗来 再感受到了云海修饰荣耀的一刹那 他有了身为界内修饰的荣耀 这一战 不知持续多久 或许他会死亡 或许他将失去复活婉儿的机会 但他此刻 却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家 为了大义 他必须要战 如同之前红山子问他 尼克做好了战死的准备 这是一场战争 王林已经做好了战死的准备 这个准备尽管来得突然 但他是界内修饰 尽管界内对他来说 存在了重重的阴险与危机 但无论如何 他是界内修饰 在自己家里 所有的一切是适者生存 可一旦面临外人的入侵 那么这一切又算得了什么 这是大义 那么他王林便不配称之为人 不配称之为羞 杀戮本源 在王林的种种心绪下 疯狂的增长起来 杀戮 杀戮 未及杀戮万万人 当不得杀戮二字 只是屠夫而异 真正的杀戮 是大义的杀戮 是为了某种理想 为了某种自己必须要去保护的人 保护的物 而去疯狂的反抗 这种杀戮 才是其本源所在 不是那种为了一己私欲 为了抢夺宝物 为了杀而杀 王林在这一刻 一甩尖 灵动善人与周锦同时出现 不管他二人愿意不愿意 此刻 却是必须要听命王林 就算是死了 奇魂也有听命 二人出现之后 王林右手掐绝一指天空 轰轰之响 无数的禁止幻化 展开了疯狂的风意 更是在这同一时间 王林大袖一甩 血剑飞起 血光滔天 在那血光下 王林双鼻一挥 全身立刻就弥漫了白芒 吸收了星空中 一切光芒入体 化作了光影盾 即左眼九色火焰形成风暴 蓄势待放 其右眼雷图旋转 轰轰雷鸣惊天而动 既然遇上 一人之力 占十万界外入侵大军 又有何妨 王林神色露出一股磊落 他站在那里 如一尊崭新 那一头白发的舞动 一身白衣的飘摇 使得他的身影 无限的高大下来 在他的身上 慢慢的显露出了一股荣耀 界内修饰的荣耀 那封界大振 在界外修饰眼中 仿若化作了一口巨大的井 一股来自太古星辰 星空的力量 如同一只大手 要把这井内之魂 生生的捞出 轰鸣回荡下 封界大振在不断的颤抖中 其内阵灵齐齐幻化 就要展开疯狂的反击 但就在这时 那星空中 常遵毁天伐殿的 巨大阁楼内 传出了一声苍老的声音 破阵 此生一现 星空震动 把漂浮的惊剑呼啸惊天 直奔阵法而去 与其一同冲出的 则是其四周的所有法宝 这破阵 已然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而是这太古星辰内 两个先飞 三个大能 再加上掌尊 一共六人的全部之力 在那封界大阵之魂 被掌尊一人之力将要抽出 阵法内的阵灵反击的刹那 这五样法宝轰轰临近 直接就冲入到了 封界大阵内 与其阵灵展开了 疯狂的攻击 阵法之上 银白之光闪烁 如同闪电一般 在那闪电游走向 整个封界大阵 赫然便成为了闪电大阵 那无尽银舌轰轰而来 刹那就凝聚出了一把长枪 此枪散发无尽闪电之力 轰轰雷霆之中 直奔那惊剑而去 轰眠惊天 那惊剑在这闪电支枪来临的同时 旗内香火之力疯狂的爆发出来 直接与其对抗 在这剑枪厮杀的瞬间 封界大阵上紫光在一起 那滔天的紫衣 弥漫了星空 无论是界外还是界内 此刻都可以清晰地看到 在那紫光下 一把巨大的鞭子 证然凝聚而出 一甩之下就砰砰之声回倒 直奔那蓝梦道尊的琴弦 二者临近 交错之下展开剧烈的碰撞 更是在那紫光之后 鸿芒染星 如鲜血一般急速弥漫 更有阵阵凄厉的吼叫 带着无法形容的痛苦之声传遍星空 在那鸿芒中 一把巨大的九头流星锤 赫然出现 那九个头甩动中 似要破开星空一般 直奔那鲜飞的九片花板而去 鸿芒刚起 热浪骇天而动 却溅在这封界大阵上 立刻就有一座巨大的战车幻化出来 这战车一出 顿时便有炙热的气息弥漫拔风 这是一个巨大的投石车 其大小万丈 有一股沧桑存在 刚一出现 便惊天动地 尤其是其上车比重 有一团巨大的火焰 这火焰足以燃烧万灵 在出现之后轰鸣一气 猛地向前直接投出 直奔那由寒冰组成的三桶之眼而去 更是在那战车之后 这封界大阵黑光一闪 如同虚无吞噬一样 一把巨大的狼牙棒 无声无息地出现 这狼牙棒上历次弥漫 沾染了大量的黑色鲜血 透出星际的同时 直奔那另一个鲜飞 以三滴本命道协化作的三头鬼影而去 轰鸣回荡 整个封界大阵 剧烈地震动起来 亡灵在剑内双眼瞳孔收缩下 却是神色争命 战以一己 阿然待发 封界大阵在一声惊天轰鸣下 那一个个阵灵不断地闪烁中 却是有余下的阵灵幻化而出 但就在他们出现的刹那 那从太古星辰星空伸出传来的奇异之力 却是如同一只大手 向上狠狠地一牢而起 封界大阵轰然俱阵 其内在这万古岁月中诞生的魂 被这一牢之下 生生地从阵法内飘起 此魂无形 但此刻界外所有修饰 却是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那股沧桑的气息 纳魂极为庞大 在被牢起中 似这股船自太古星辰 星空的诡异之力无法承受 紧紧抬起了树杖后 就有了虚弱 医生叹息在这界外太古星辰传出 却见那诡异之力化作的大手 猛地向旁一撕 轰轰之声疯狂地传遍界外 纳魂赫然被生生地撕开了一道缺口 在这缺口出现的刹那 封界大阵上 立刻就有了一道裂缝 这裂缝的出现 使得封界大阵仿额停顿了一下 在这停顿的刹那 一声苍老沙哑的声音 在这星空内弥漫 老夫已经尽力 在其话语出现的瞬间 那与五个阵灵纠缠的五样法宝 同时一阵 太古星辰弥漫掀起的裂缝内 那站在山顶之上的宫庄妇人 眼中寒光极闪 右手掐去 正口平缓道 蓝四族所在 蓝上之上 呆呆地望着那差子的蓝梦岛尊 右手抬起 掐绝意志 口中有无奈之音 太古星辰极其知处 那被冰封的九颗修真心内 那童子抬起右手 难难自愿 太古星辰另一处掀起弥漫的裂缝中 那大陆上的红衣女子 同样双目一闪 似笑非笑中 轻吟 封界大阵外 长尊会天伐殿内 一声低后传出 无样法宝 任何一样都足以引起一场浩劫 此刻在这封界大阵内 却是齐齐轰鸣薄开 轰轰之声下 这股崩溃的冲击之力 疯狂地涌入那封界大阵的裂缝 划作一股莫大的撕裂 在一阵震动了 界内界外一切星空的巨像下 把那裂缝大范围的撕开 封界大阵 被短暂地打开了一道巨大的缺口 战争开始了 在这缺口被打开的刹那 界外那九万修是一个个双目 透出滔天凶残 堤吼之声疯狂地传出 杀入界内 让界内蝼蚁在我界外支离下颤抖 屈服 杀入封界 抢夺一切 东笛子眼中露出残忍 向前一步迈去 直接就要冲落 那封界大阵的裂缝 在其身后 那南昭上人舔了舔嘴唇 脉步而去 还有那火雀族老祖 同样杀鸡一闪 急急前行 九万修是更是疯狂地 全部冲出 向着那封界大阵裂缝 急速冲去 很难形容这一幕 界外的诸多之羞 此刻就如同洪水一般 那封界大阵如同堤坝 此刻堤坝裂开缺口 洪水滔天而起 杀生连天 转眼之中 就有数万界外修士 冲涌了裂缝内 踏入近了那让他们疯狂的界内 看到了这界内的天地 看到了那一身白衣 在远处冷冷看来的亡霓 亡人神色如常 没有立刻出手 那封界大阵的崩溃 让他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 这里面 似乎有一些东西 被隐藏了下来 所以他没动 只是冷冷地盯着这些 如蝗虫一般 冲入近来的界外修士 他再等 等一个猜测 就在这时 突然变故惊险 那被撕裂开的封界大阵 骑上浮现出了一枚玉牌 这玉牌上 有一股让亡灵极为熟悉的气息 那气息只属于一个人 在这玉牌出现的刹那 一把开天之斧轰轰幻化 这斧头出现得极为突然 恰是在界外九万修士 冲入近来一半之势 这斧头刚一出现 就立刻向下那拳界外修士 狠狠地一展而去 轰鸣惊天 一声剧烈的声响 疯狂地传开 随着那斧头的斩下 其前方一切修士 纷纷在凄厉的惨叫中 根本就无法闪躲 被那斧头一碰 顿时肉身崩溃 血肉爆开 原神死亡 那斧头事物破竹 一斩之下 没有任何修士 可以抵抗 哪怕半点时间 齐气崩溃 没有那凄厉的惨叫 在刚刚出现的刹那 化作了鱼音缭绕 斧头斩下 横扫下方 约五千修士 在这一副之中死亡 眼看那斧头再次抬起 似海要落下的刹那 东笛子 火雀族老祖 还有那南兆上人 三人面色大便 不夹思索急急而出 直奔那斧头而去 想要阻止 加快冲入境内的速度 全力冲入 我等阻挡这开天府 你们速速进入 那在封界大阵外的 庞大黑色阁楼内 此刻阁楼大门骤然一开 从其内走出一个老者 这老者身子干手 如同一具骷髅 向前一步迈去 转眼就临近那 抬起的开天府 这要阻止之时 那阵法内的玉佩 突然光芒一闪 急急而来 化作一片柔和之光 笼罩了这老者 老者面色一变 这玉佩的气息 他方才就感觉有些熟悉 此刻临近之后 脑中轰的一声 封界老鬼 你竟把自己融入阵法内 就在这一切发生的刹那 王林眼中杀鸡一闪 他等待了那个猜测 当年封界之尊融入阵法内 或许唯的就是这一刻 他不再犹豫 身子向前一步迈出 在那些冲入近来的界外修饰 红颜四散的刹那 右手向前一挥 星空轰轰 千万剑气呼啸而去 更是在千万剑气后 无数的禁止烙印紧随 展开了一人对抗数万的大战 灵动善人与周近 二人在王林的神念下 不得不出手 直奔那与阻止开天赋的 东笛子三人而去 王林脉步中 左眼九色火焰风暴轰轰而出 虚火弥漫 他眼中每一个界外修饰 身体内都有浓浓的情绪弥漫 这些情绪全部都是虚火燃烧的眼 虚火 凡 王林低吼中幽默雷图一闪 轰隆隆的雷霆之音响 这雷图直接飞出 悬载星空 不断的扩张之中化作无尽 其四周九道伴随之雷咆哮旋转 真正无尽雷霆从这雷图内疯狂的落下 直奔下方所有刚刚冲入界内的界外之羞 凄厉的惨叫在这云海传开 却见那数万修饰 立刻就近千人全身虚火燃烧 形成了一团团火球 热浪扑灭 惨叫中叫后腿 但就在这时 却是血光一闪 那血剑从星空隐藏中冲出 横草间千颗燃烧的头颅飞起 就连那鲜血都在这虚火燃烧中飞散 出手 杀千人 王林如一头守护家园的猛火 直接冲出 雷图在天 那轰轰雷霆如同天节 疯狂的落下 直奔下方修饰 惨叫再起 但这样的杀戮 还是不足以让界外之数万修饰退缩 反倒是激发了他们更多的凶残 此刻齐齐冲出下 那些燃烧的修饰似发狂了一样 自知必死中 选择了自爆 轰隆隆的巨像惊天 在那自爆中 一股毁灭冲击扩散 即便是王林 在这乱战之中 若非是古神肉身 也一定要退避 他就是王林 杀了他 可入太古星辰榜 杀了他 界外这重入近来的数万修饰 疯狂中红了双眼 不顾一切的冲击而来 王林杀入其内 身边所有人全部都是敌人 无尽的法宝轰击在其身上 无数的神通落下中 他身体上的光影盾 仅仅是片刻就轰然崩溃 但他的古神肉身 却是强悍无比 光影盾尽管崩溃 但他却悍然不畏 前行中双指如简 一扫之下便有修饰 被其点在身上 肉身爆开而亡 王林已然杀红了眼 身体外虚幻弥漫 所有临近的修饰 顿时身体燃烧 尽管自爆 但他们死前的虚火 却是飞出环绕在王林身边 在这冲杀之下 王林不知自己杀了多少人 他的身体上 已然出现了诸多的伤痕 只不过这些伤痕 此刻正急速地愈合 那开天赴轰然间 再次落下 横扫之中 又是近五千修饰 被绞碎了肉身 凄理而亡 灵动 周锦 你二人竟阻挡我们 你们是界外修饰 莫非要做叛徒不成 那东笛子修为高深 大袖甩动中 经一人之力战 灵动与周锦 不但没有落在下方 反而游人有余 同时分出力量 却要阻止再次落下的开天赴 周锦沉默 眼中露出复杂 但却毫不犹豫地出手 那灵动则是一脸麻木 对方的话语 根本就无法给他 造成半点情绪的波动 杀了亡灵 阵法内 那云落大肆已然踏入 他一眼就看到了亡灵 眼中露出恐惧 与手抬起向前一致 口中传出尖锐之声 那火雀族老祖猛地转身 神色正灵中 竟不去理会那开天赴 而是一步迈出 直奔亡灵 还有那南昭上人 也是目光一闪 宁笑中迈出 与火雀族老祖一同 冲向亡灵 与此同时 那被封界之尊 玉佩困住的干守老者 在那柔和之光 那与封界之尊的神石 展开了疯狂的对抗 阵阵轰鸣回荡 却是一时之间 分布力量 这场战争 在一开始就达到了高峰 因封界之尊的存在 使得天平向着界内倾斜 但战争却没有因此 有了半点结束的迹象 在那太古星辰内 此刻又有十多个足落 接到了长尊会的封面 这些部落早就整顿完毕 此刻命令一到 纷纷怒吓冲出 以掌尊会传来的传颂者 齐齐出现在有了 缺口的封界大阵外 向着其内疯狂的冲落 这十几个部落的修士 赫然也有八万人 更是在他们之中 还存在了两个第三部大能 这二人迈不肩直奔缺口 说实是纳什款 火雀族老者与那南罩上人 急迟而来 若是如火雀族老者一样的修为 即便是两人 王林也能略所拖延 但那南罩上人 确实修为惊天 已然到了空灵境界 仅此一人 右手抬起 向前猛的一挥 却见起眉心火雀族 硬山水 以至万丈的黑色火鸟轰轰而出 带着一丝虚火之力 直奔亡灵冲去 这火鸟蕴含了无尽香火 更有炙热气息 一出之下 星空似都要被烘烤 以极快的速度 转眼就临见了亡灵身旁 那南罩上人双目一闪 没有施展任何神通 仅仅是抬起了右手 其苍白的右手瞬间 就成为了黑色 蕴含了难以想象的剧毒 在嘴角残忍的神色中 这南罩上人一步迈出 直接跨越了一切距离 更是冲入进那火雀族 老鼠的火鸟之内 从那火鸟内穿逃 右手抬起 向着亡灵狠狠的一拍 亡灵猛的转身 双眼瞳孔收缩中 右手抬起急急后腿 就在这时 远处云海星空 天地扭曲 红山子 南云子 赫然走出 二人神色凝重 透出杀鸡 迅速来临 在他们身后 星空隐隐传来一声声 奇奇的咆哮与呐喊 云海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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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万修士 轰轰而来 封界第一战爆发 此时只是先锋部队 试来试探戒内虚实的 真正恐怖远古 黄飞和太古武尊 最后才会出现 以如今戒内的实力 根本就不是对手 本来远古先约给了 一颗黄金铃铛 可以加固封界大阵一百年 这一百年足够界内去准备 现在界内完全没有准备 就被界外九万修士入侵 更有两位空拳修士 和三位空涅修士出手 这场大战可以说 从一开始就是碾压剧 那么 王妙如何抵挡这次界外的进攻 后续精彩剧情 大家可以点击关注 就能在第一时间 接收到更新通知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